4月25日,穆西亚欧洲新艺术运动先锋特展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由捷克艺术家新艺术运动先锋阿尔丰斯·穆西亚创作设计的200余件艺术作品集中亮相,其中163件展品首次来到中国。 据悉,本次特展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捷克共和国布拉格国家公益美术博物馆等联合主办,共展成244件来自捷克共和国的艺术珍品。 展品包括由墓下创作的彩色石板画、油画、海报、主导文插图、设计手稿、摄影作品以及其他新艺术运动风格的服饰、珠宝、陶瓷器和家具等。 记者看到,展览总共分为六个部分,在新艺术运动背景下,梳理了墓下的生活变迁和艺术发展脉络。 其中,墓下的代表作、彩色石板画、吉斯蒙达、茶花女、风信子公主和文明世界的海报、羽毛都集中展出。 这次选择这个展览呢,我们是觉得它来自是100年前,世纪之交,发生在欧洲的一个文化艺术的一个呈现。 当时人们的一种生活状态,跟我们当下的时代是有共鸣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业革命兴起,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 那么人们在城市当中的文化消费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很多咖啡厅、戏剧院都已经出现了。 那么人们对艺术要融入生活的需求也更加的强烈,跟我们当下人们的需求是很类似的。 据了解,新艺术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并发展的一次装饰艺术运动,随后逐渐形成一种国际性风格。 作为新艺术运动代表人物,木下创作的艺术作品曾在当时掀起一股木下风热潮。 我觉得这个展览,我个人觉得它的度把握是比较好的,就是它一方面是有可以拍照啊,这种角度,另外一方面呢,它也非常清晰地交代了这个木下创作的一些线索,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观众从一种学术和艺术史的角度去更深层次的一个理解它。 当天,展览吸引不少年轻观众驻足观看,策展人陆西·维克娃告诉记者,她感到非常开心。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宴,中国人感到这个艺术的艺术,非常非常高的。 你告诉我,年轻人感到这个艺术的感受,这真的能够吵起他们,也能够展示他们,也能够展示他们,在英国的生活在19-19和19世代的生命中。 2019年恰逢终结建交70周年,捷克驻成都总领事馆总领事史诺告诉记者,接下来会陆续开展系列庆祝活动。 据悉,本次展览在重庆展出后,还将登陆云南省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和天津美术馆进行巡展。 我们很开心,在这些年轮人权多了630,000中国人参加了中国国家。 我们希望在这场展示,尤其是Mr.Mucha,可以支持中国人参加了一切的意见, 去旅行参加了中国国家,去旅行参加了中国国家,去旅行参加了这个国家,少论和讲解决。 感谢观看